工地严重塌陷 连一旁道路也严重均裂 学校围墙也都碎裂塌陷 北市中山区大直街 联动了六座大楼 七日晚上发生严重塌陷 其中一栋大楼倾斜下陷 一楼直接消失 二楼塌陷变成一楼 七日晚上七点多 墙壁瓷砖被急得崩落 可以看到一楼的铁窗 已经被凹歪突出角度 房子里的隔壁也列出长长一条缝 楼梯盖满墙壁残骸 从外面看整个门框也被挤歪 相当惊人 听到一针巨响 然后大楼震动了一下 整个事件在两个多月前 我们不断地反应 过了一段时间 给我们每一户发了一个函 说不影响结构 显然的这个就是建设公司 跟基石公司不负责任 起码我们的住户 才会造成今天这种 老百姓的财产生命 非常大的危害 民众哀怨大楼已经倾斜很久了 向建商反应无果 直到七日晚间出现巨像 才撤离居民 民宅会突然倾斜的原因 疑似是因为一旁正在新建的工地 会灌水导致周边五到六栋 建筑面临倾斜军裂 擦陷危机 相关单位紧急将该区域住户 进行疏散 各周边旅馆与饭店 目前疏散197户 民众367人 安置329人 另外分别是一楼与二楼的住户 两人送往马街医院 警方也联络了附近路边 停车的车主移车 联络不上的车主 则由警方协助 共计22辆车 一致大直高中前 大直高中公车站后方 北安路国防部前 另外由于安全与施工问题 警方暂时将在周边 道路实施管制 我们已经扩大整个疏散的范围 一定是以市民朋友的安全 为最优先的考量 我们一定尽可能的 把现场的状况稳定 确定没有问题 我们会马上通知各位 既然施工疏失导致地层下陷 施工人员也紧急灌江回田 尽力还给民众安全的居住环境 记者台北综合报导